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大多数人都知道,金钱是一个情绪化的话题,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就是他们经常做出错误决定的原因。 在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中,作者摩根·侯塞尔教会了我们如何避免那些情绪陷阱所必须的知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学到的六点经验,希望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你能够提早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财富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摩根讲了某个人的故事,有人开着一辆保时捷,去到了这个人工作的酒店,让他惊讶的是,一个周之后,同一个人却开着一辆旧车出现了。 原来,这个人为了买车欠了一屁股债,当他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把车卖掉。 显然,这些人都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富有,而不是真的变得富有起来。 这二者是天差地别的,我们常常会靠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判断别人是不是有钱。 当我们看到有人开着好车,就像故事里的那个人一样的时候,就会推断他们很富有,但是我们其实只知道这个人能花十万美元而已。 如果同一个人没花这笔钱,开着一辆普通的车的话,那他口袋里的钱其实还多了十万呢。 有可以使用的钱才叫做富有,想要一辆昂贵的车或者其他奢侈品无可厚非,但前提是你得能买得起。 可如果你最想要的就是买东西,那么可能你并不是想要致富,只是想看起来富裕而已。 而靠花钱向别人展示你有多少钱肯定是破产的捷径了。 第二,金钱能够买到自由。 我们都听过金钱买不到幸福这句话,对于这句话我们同意也不同意。 我们都认为,金钱能够买到更加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能自由控制我们自己时间的能力。 我们不用关心自己的薪水,也无关工作上的声望,可以在任何时候和自己想要在一起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如果我们够富有的话,就可以获得这项特权。 但是这并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唯一一样东西,它还能给我们买来选择。 那些月光族如果生病的话,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钱来支付账单了。 那些存款很少的人如果被解雇的话,钱都撑不了多长时间,根本没时间认真找工作,最后就只能凑合做一份他们不喜欢的压力很大的工作。 那些有六个月储蓄的人则不会惧怕他们的老板,因为他们知道就算他们花时间去找别的工作,生活也不会就此毁掉。 而有更多钱的人甚至可以换到一个薪水比较低,但是时间更自由地工作,再慢慢攒钱,存钱能给我们更多更好的选择,从而更好地掌控我们的人生。 第三,有理有居比理性更重要。 在我们看来,这是这本书里最为精华的部分。 在做财务决策时,我们往往会寻找我们认为会带来最好结果的选择,而实际上我们应该寻找的是让我们晚上能睡得更好的选择。 我们来解释一下,假设有一个朋友想要开始投资,他有5000美元,这对他来说是很大一笔钱, 但他对于投资很有信心,赔了也无所谓,反正他也不急用。 过去一个月市场的走势一直是上升的,所以他认为时机到了,他现在面临这几个选择。 第一,全部投入进去,等待市场继续增长。 第二,每个月投资500美元,连续投资10个月,选择一似乎更有吸引力,他相信这个市场会迅速增长,没道理要白白失去这么好的机会啊。 所以他就这么做了,一个周之后市场崩盘了,他这几天都惊慌失措,惶恐不安,甚至都不敢看投资的APP了。 之后他决定退出,损失了一半的钱,几年后就为朋友决定再试一次,这一次他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第一个月他买入了500美元,一个月后市场再一次崩盘,他已经损失了投资金额的三分之一,但是他并不担心, 他还有很多钱呢,于是他又买入了500美金,当市场上涨的时候他就获利了,而当市场下行的时候那就以更低的价格更多的买入。 在他的想法里面,这就是个稳赢的局面,他知道他没有赚到利润最大化的程度, 但他现在每天晚上都睡得很香甜,这比赚钱还要重要得多。 第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们在生活中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代价,这个代价可能不是直接的金钱支出,而是我们所付出的情感、时间、经历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在做出决定时考虑这些隐藏的代价,直到后来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决定需要付出的真正代价。 因此,我们需要在做决定之前充分考虑所有的代价,才能够真正做出明智的选择。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正在考虑买一辆新车,你可能只会考虑到这辆车的价格和月付款数,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会对你的时间和精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需要花费时间去维护这辆车,需要在交通拥堵的路上花费更多的时间,需要再为车辆保险、加油等方面花费更多的精力。 这些都是你需要为你的决定付出的代价,需要在做出决定之前充分考虑。 因此,我们需要时刻记住,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做出每个决定之前都要充分考虑所有的代价,以便在之后不会后悔我们所做的决定。 第五,玩你自己的游戏。 我们来说说两位投资者,一位投资者是一位父亲,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把储蓄利用起来。 并在未来的几年内不断创造财富,我们称他为长期投资者。 另一个是25岁左右的男人,他刚开始工作,有很多空闲时间观察市场,他喜欢做一些日常的操作来赚点外快,我们称他为短期投资者。 短期投资者喜欢上涨的股票,通常通过买入,然后几小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来快速获利。 长期投资者则喜欢那些他认为未来发展会很好的公司。 很多时候,两位投资人投资的公司是一样的,因为两种投资人的涌入会不断吸引来越来越多人投资,直到有一天公司崩盘了。 短线投资者在崩盘前买入和卖出,所以他没受多大影响。 但长期投资者不打算很快卖出,所以他承受了压力。 这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趋势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短线交易者,使价格飙升。 长期投资者被这种成功所吸引,并没有看到其他投资者玩的游戏跟他们不一样。 当崩盘的时候,他们只能后悔莫及,但他们也不一定就错了。 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会获利,但在短期内,他们会情绪紧张。 这是我们在上一条中提到的内容,不要从别人那里寻求建议,因为他们跟你玩的游戏并不相同。 第六,容错空间。 容错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打算在未来几年内买房,你可能已经开始攒钱了, 但是你不能完全确定你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也不能确定未来房价的变化。 因此,为了防范不测,你应该为自己留出足够的容错空间。 你可以适当增加自己的存款金额,这样即使出现了意外情况,你也能够从容应对。 你也可以考虑把一些资金用于投资,但是一定要注意风险管理,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另外,你也可以制定一些紧急应对措施,例如备用信用卡、借款计划等等。 这些措施可以让你在遭遇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应对。 总之,留出足够的容错空间可以让你更加从容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避免因为一些小问题而导致整个计划被打乱。 那么,你对于金钱有什么经验要与我们分享呢? 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吧。 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积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